過去一個月以來麥塊社群推出了很多很厲害的模組 像是Open to All簡易伺服器可以一鍵架設公開伺服器 讓你能夠快速寫無痛的跟朋友們連線 Simple Translation 簡單翻譯直接用Google翻譯 在遊戲中翻譯了所有的英文物品 幫助你解決看不懂外國模組的問題 這些持續不斷擴充的功能 可以說麥塊能夠作為一款全世界最多人遊玩的遊戲 麥塊模組社群的發展絕對是功不可沒 但對於一般玩家來說 每個月數以百計的模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公司9月份咱們統計的就有904個這麼多 假設一個模組研究5分鐘 那至少得要花費75個小時以上才有機會看完 那是你三天三夜不睡覺都研究不完的數字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紙片特別開設了紙片魔方這個系列 我會用我玩麥塊近10年的經驗找出最棒的作品 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花最少的時間 玩上最棒的模組 省下來的時間你大可跟你的朋友 孩子一起好好玩麥塊 讓我們開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紙片魔星 歡迎來到紙片魔方 首先第一個咱們來聊聊 讓跟朋友一起玩 這件事情變得超級方便的模組 簡易伺服器 Open to all 簡易伺服器是個能夠一鍵架設公開伺服器的模組 哇這個非常厲害哦 過往哦 如果我們要開伺服器 給不在同一個地點的朋友玩 你要嘛只能租伺服器 自己開伺服器 或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來開設所謂的本地伺服器 例如像是Hamaki 但無論用什麼方式 你沒有對於網路或電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基本上都是個大工程 而今天要介紹的簡易伺服器 可以很大程度的解決這個連線問題 本來使用在區網上公開 會只有在你家一起 只用電腦的其他人才有辦法連線嘛 但現在我們會多一個 廣域網路的按鈕 按下去 稍微等幾秒 甚至一分多鐘的時間 系統就會呼叫所謂的Play IT的服務 為你建立一連串的公開IP 透過這個IP 別人就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面輸入 然後直接連線到你的遊戲裡面 你按手了之後 其實就是點兩個按鈕之間的事情 非常簡單 不過要注意一點 這個伺服器只會在你開啟遊戲世界的時候運行 你關掉重新開得要重新申請一個新的IP 但至少你現在可以跟朋友一起玩遊戲了 簡易伺服器支援的是Fairbreak平台的1.17版本 只便會建議你開一個新的專案檔 紙裝這個模組來避免其他模組可能產生的衝突問題 那麼接下來是本次介紹中 另外一個讓我超級興奮的模組 簡單翻譯 Simple Translation 簡單翻譯可以直接在物品欄當中現實 顯示出Google的翻譯 這個功能對於常常接觸外國模組 而且英文不好的玩家來說 簡直是救星 針對翻譯這一塊 紙片在各個模組當中其實摸索過很多次 早在幾個月前我們有介紹過台灣人自己做的翻譯模組 它有著極為強大的翻譯社群 但缺點在於會遇到翻譯失準的問題 也不是所有的物品都有機會被翻譯到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能透過簡單翻譯進行輔助 首先去Config檔案預先設定 想要翻譯的目標以及來源文字 然後按下啟動翻譯的G鍵 你就可以開始享受中文翻譯了 不得不說 翻譯出來的效果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太多了 甚至大多數時候 我覺得還精準到讓我以為是手動翻的 當然 偶爾也會遇到翻譯失準的問題 但你大概還是可以從G翻中去了解原意 再不然反正它也有留下原文 你大可再去自己研究研究 這是一個造福社會的模組 同時支援Forge Fabric雙平台的1.17、1.16版本 不管你用的是什麼平台 只要不要太久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用上 講完了伺服器翻譯 這次在顯示資訊上 咱們也有很大的突破 Essential GUI高級圖性化介面 用了一種非常精美且完整的方式 在畫面中呈現了大量大量的資訊 據說作者為了這個模組 耗費了好幾年的時間 你們要看看 高級圖性化介面主要分成了幾個部分 上方資訊欄可以看到目標物體的資訊 如果是方塊 上面就會顯示該方塊的圖示名稱 試用工具、亮度 以及是否能夠生怪 其實後三則是比較少見的 如果是生物則會有它的圖示以及血量 左上資訊欄掌管生態的相關資訊 包含了天氣、時間、生態域 若該地會生長史萊姆也會標示 左側會有效能坐標等等的詳細資訊 右側則會顯示裝備於手持物品的耐久度 按下AUTO鍵也能夠看到目標物體的詳細資訊 簡而言之 高級圖性化介面的資訊欄真的太多太多了 講不完是Fabric 1.17平台上難得的架作 但紙片認為它真正的價值在於 外觀上的呈現以及自訂度 上述的所有資訊欄都是可以自由開關以及改變外觀的 對於這類GUI有需求的觀眾 大可可以打造屬於自己的玩家介面 同樣在介面上有所改進 而且非常好運的另外一款模組是 告示牌工具 Sign Tools 告示牌工具引進了一套編輯工具 讓我們可以很方便的直接修改或編輯告示牌的內容 我想告示牌的編輯不用多講啦 是所有人都會想要的一個功能 天知道為什麼原版Minecraft的告示牌設計了 這麼難不能往上換行 不能直接修改 如果打錯字也只能把告示牌敲掉重新打 還好現在的告示牌工具提供了很多文字編輯的功能 除了可以隨意的上下切換游標 直接修改文字之外 你還可以移動複製減下貼上單行的句子 甚至是複製整個告示牌的內容到另外一個新告示牌也沒有問題 總之 告示牌工具的UI做得非常好 功能也很完備 版本上也同時支援了Forge以及Fabric的1.17、1.16版本 非常推薦大家作為自己的壁裝模組之一 講完了介面啦 接下來來聊聊和視覺特效有關的模組 Visuality可視性為怪物與反懷增加了非常具有該生物或材質風格的動畫 例如雞被打掉會掉羽毛 攻擊骷髏弓箭手會掉下骨頭 史萊姆移動時會流下黏液 紫水晶則是會發亮 洞穴中會有掉落小石頭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 這些都是不會影響實際玩法 但是會讓我們在視覺上感覺很舒服的小動畫 支援的是Fabric平台的1.17版本 另外除了生物之外 咱們吃東西的動畫也有些改進 一聽Animation 飲食動畫讓吃東西的動畫變得非常真實 從本來只是拿起來水凍變成會隨著吃東西的構成 一塊一塊的被吃下去 紙片大概隨手測試了幾個 像莓果、海帶、蘿蔔、豬排、南瓜、馬鈴薯、羊排、牛排、麵包 基本上所有的原版食物都有了新動畫 甚至在第三人車的模式下 你也會看到那些食物被慢慢的吃下去 非常好玩 這種非常具有創意的模組 也是Fabric平台的專利 支援的是1.17版本 那麼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一個新物品的動畫 雖然很小但頗有線上遊戲的風味 Item Highlighter 新物品競爭了一個新物品的提示 就像某些RPG遊戲 當玩家獲得新物品時 那些物品會發出簡單的新東西特效 讓我們知道我們才剛拿到它 紙片分別在地上地下都有測試過 我必須說 哇這種感覺真的很爽 我在地裡收集到了像斧肉、石頭、鐵礦、煤炭 剛拿到打開物品欄 它就會顯示出一個類似於小星星的黃色標記 然後滑鼠滑過去就會自動消失 在地上也是 我拿到了泥土、木材等等的方塊 它也會有這種小動畫 紙片必須說 客觀來講 它不是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但是看到它會勾起以前玩MMOR RPG 或其他遊戲的經歷 帶入感也意外的強勁 支援的是難得的Forge 1.16版本 推薦跟我一樣可能 maybe二、三十歲的玩家去蹤蹤看 你也許會有蠻特別的體驗 接下來來聊點大的 是個在礦車引擎上大刀闊斧的模組 Darky Cart Engine 礦車引擎用物理學重新打造了礦車系統 在直線上會加速、轉彎上下坡等危險區域則會減速 老實講 它是直線目前看到最棒的高速鐵路系統 以往那些幫礦車加速的模組雖然說也很棒 但遇到轉彎很容易就會衝出鐵軌 而這次的礦車引擎則是重寫了加速系統 來達到既快速又安全的效果 想要在這個模組當中達到最高速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造一條又平又直的直線鐵路 就跟現實中的高鐵一樣 列車一旦啟動你會壓抑那速度之快 甚至比開創造模式飛行都還要來得快好幾倍了 而當運動轉彎等危險區域時也會適時的減速 不會發生現實那種火車犯規的悲劇 礦車引擎支援的是Fabrik平台的1.17版本 基本上算是一個必裝模組啦 推薦想要在遊戲世界中建造高速鐵路的玩家們 那麼講完了偏向交通類型的礦車模組 接下來是能夠增添你沉浸感的好作品 Camping Crest 錄影熱潮是一個可玩性很高的錄影模組 這邊自己就花了好幾個小時在研究它 這邊大概舉三個例子給大家 像釣魚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會有一個新的釣竿 你可以跟商人買點魚餌然後掛在釣竿上 這樣就能增添我們釣到魚的機率 哦呦 新入谷魚的感覺 再來一個很方便的道具是燒品 你可以把藥水一罐一罐的給倒進去 增加儲存量來當成飲料來喝 最後烤棉花糖就很有趣了 你跟商人買到棉花糖後得自己拿木棒串 然後放在螢火上烤 所謂的烤不是說你就放在那邊 或者是某種合成表 而是你認真的要站在那邊烤 這個就很有現實感了 因為每次我在燒烤店烤棉花糖 真的就是親手在那邊慢慢鼓 那總而言之啊 露營熱潮的可玩性真的很高 不是只有偷懶新增幾個合成表就完事的模組 除了前面講到的 其他像是背包、睡袋、燒烤、鐵架 新的商人 都有一些新的玩法在裡面 支援的是Forge平台的1.17 作者有說過之後會一直到1.16 大家可以再等等 除了這些很玩法、特效或功能性質的模組 效能上的改進也是我們這次所關心的 星光是個非常強大的光照效能優化模組 據作者所述 Minecraft原版的光源演算系統其實不是很好 作為方塊生成的其中一環 電腦會花費太多的資源去運算它 而過去很多人嘗試基於原版的機體去做優化 像是Facebook 但效果都不是很好 所以作者才決定打掉重演 直接重寫一個新的系統 來加速方塊的生成 這方面的感動可能會在FPS上看不太出來 但跑圖上就有很多差別了 據官方的數據來看 無論是在方塊更新、光源建立 或者是螢光石的放置與移除 大概都有好幾十倍的提升 星光目前同時居然是Forge Fabric的1.17版本 並且完全相容於Soldian以及Iris Optify我就不太確定因為它是封閉的 電腦不強的觀眾可以試著裝起來試試看 而除了光照外 這次還有一個小的效能模組意外的也頗有幫助 Lazy Language Loader 快速的語言加載是個能夠快速轉換語言的效能模組 以往在有著眾多模組的模組包中 或是低配的電腦當中 轉換語言常常就是一個等待地獄 天知道為什麼改個語言要這麼久 現在透過快速的語言加載 我們可以在改變語言時只改變語言 而不是重新載入整個材質包 大大將來的等待時間 說真的 只邊自己試用過都覺得這才是改語言真正的速度吧 不到三秒就解決了呢 以前我可能裝了很多材質包或光影都要等半天 現在三秒 快速的語言加載支援的版本是Forge Fabric的1.17 建立你一定要下載 講完了效能 接下來來聊聊和建築有關的模組吧 Simple Moveable Grid 簡單網格會建構一個類似於Photoshop常見的那種網格 用於建築時方塊位置的參考 只邊自己測試過 我覺得比想像中還有好用很多 因為之前我們在蓋建築時會遇到兩種問題 一個是你雖然知道建築物要蓋幾個 但實際在占量位置的時候又得一個一個數 不是很方便 第二個是整地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比較明確的知道說你到底整到了哪裡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能夠有一個類似於繪圖軟體的網格 立體的顯示在遊戲中 就能夠方便很多 簡單網格的一大格等同於2x2方塊的面積 所以你在計算上就很方便 假設你要蓋實成時的建築就只要大概看過去 五個大格子就行 或者是在整地時 那些輔助格線也都能夠很好的給我們反饋 總之啊 簡單網格對於需要建築的玩家來說都非常好用 支援的是Forge平台的1.17以及1.16版本 以及Forge平台的1.17版 最後的最後 咱們來聊聊能夠增進玩家交流的往來模組 Contact 往來是個能夠讓玩家互相記性的模組 重點是整個介面跟流程做得非常流暢好看 對紙片來講 玩家間的交流一直都是我在選模組的一大要素 因為Minecraft的自由度算說很高 但講到對於遊戲世界的認同感或歸屬感還是差了一大截 而往來模組能夠更好的幫助玩家建立交流 並且維持著一種很舒服的距離 具體來講 你可以先在明信線上寫上你要說的話 然後投递到投递箱當中 在寄信時 你得寫上收件人的名字 系統就會根據這個人的位置來告訴你大概要送多久 如果這個人沒有信箱 則會統一寄信到公共的收件櫃當中 這種玩法如果再延伸一點 還可以構建成那種real pay的遊戲發放任務給特定玩家 都是這個模組的潛在玩法 往來支援的是Forge平台的1.06版 不過針對它的明信片和信封 我至今還沒有找到合成表 雖然說很好看 包裹和信封也不太會用 如果你有研究出來的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所有模組囉 長期關注紙片魔方的老觀眾應該就會發現 這次咱們的模組數量從以往的20個 甚至更多精簡到了只有13個 主要是紙片這陣子在檢討我們的作品 我覺得比起什麼都講 但又錯又長的百科全書 一本簡單卻自止足跡的經典 更值得大家花時間閱讀對吧 這次介紹的13個模組全部都是紙片 在自己測試階段時就感到很興奮 有些很有創意 有設置的具有前瞻性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的時間比較充足 更樂意看到一大堆的模組的話 也不用擔心喔 這次我會把初步篩選出來的 66個模組清單公布給大家 你大可一個一個研究看看 總之你對於紙片魔方更加精煉的方向 有什麼看法呢 無論是喜歡這種方式 或是覺得原本的更好 又或是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不會安裝模組的話呢 可以參考紙片的模組教學 有推薦的模組 也可以透過表單分享給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紙片 咱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